那些胆敢坦白曝光拍摄激情戏时生理反应的明星们,有人因此承受了舆论的谴责,也有人借此炒作,收获了眼球,在这个充满八卦的娱乐圈中,众多男女明星都曾出演过吻戏或激情戏,但有的明星却不具尺度,直言不讳地透露自己在拍摄激吻或亲密戏份时出现了尴尬又难以启齿的生理反应。 这实在是让人惊叹不已,究竟明星们在大尺度闯戏中的表演是否过于逼真,引发大众热烈讨论,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拍戏拍出感觉的明星,天心。 在《魔鬼天使》中天心和英彩儿是这部电影中的主角,在这部电影中,新生代偶像安智杰就扮演了那个默默复出,甘当陪衬的角色。 片中,天心与安智杰饰演一对甜蜜情侣,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激情场景也发生在他们之间,据在场的工作人员透露。 拍摄这一幕时,两人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演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剧情之中。 天心在电影中饰演一名冷酷的女杀手,安智杰则饰演她的死对头,一名正义凛然的警察。 在他们成为杀手和警察之前,他们曾是一对青涩的校园恋人,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天心的父亲因为为黑帮杀人提供证据,惨遭黑帮报复,全家被灭门,侥幸逃生的天心为了复仇,毅然走上了杀手之路。 而安智杰也因此投身警戒。 当身为杀手和警察的他们再度相遇时,他们的感情瞬间迸发,无法自意。 在拍摄激情场景时,导演曾询问天心是否需要使用替身。 天心以其专业精神坚决表示无需,而安智杰则坦诚相告,她确实很少拍摄这类激情场景,希望能得到天心的指导。 在拍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多次NG,导演甚至有些不耐烦。 看到这种情况,天心和安智杰决定不再拘泥于形式,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中去。 原本需要借助镜头角度的吻戏也变成了真枪实弹的热吻。 而天心也在吻戏中拍出了感觉。 据说,拍完剧之后,天心和安智杰依然保持着联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个吻造成的两人情热心动,马景涛,谈起马景涛。 大家定然不会忘记她那响亮无比的,咆哮歌,称号吧。 每当她为将角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时,总是全力以赴,声嘶力竭,令人动容。 然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当我们再次回顾她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表情和嘶吼时, 不禁感叹每一次的咆哮都精准无误地触碰到了我们的校学,她在疯狂地呐喊, 我们则在捧腹大笑,这无疑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愉。 实际上,马景涛是一位极其敬业的演员,他之所以如此咆哮,并非因为性格缺陷,而是出于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只是有时候用力过猛罢了。 这种情况在她的激情戏中尤为明显。 由于过于投入,用力过猛,每次景涛兄的激情戏都会让观众们心跳加速,面红耳赤。 据传闻,马景涛在拍摄某部作品时与胡可有过一场激情戏,事后胡可向朋友倾诉, 称马景涛在拍摄激情床戏时动作过大,不仅令她疼痛不已,还导致床塌。 还有一次,蔡康勇问她,你这样用力演戏不觉得累吗? 马景涛却回答道,我觉得用力演戏,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享受。 咆哮哥与黄胜一也曾合作出演床戏,黄胜一也抱怨她用力过猛,以至于自己的手臂被抓得疼痛不堪。 软晶天,金马奖影帝软晶天参演了《军中乐园》, 她与当红女星万倩在片中的《近乎全裸》上阵,激情肆意地演出场景成为了大众热议的话题。 然而,在接受采访时,软晶天以真诚坦诚的姿态向大家展示了这场激情戏的艰辛历程。 据报道,软晶天在拍摄这场床戏的当天,紧紧用袜子遮挡住关键部位, 在戏中由饰演军纪的万倩引导着逐渐进入状态。 然而,软晶天早在18岁那年就已经告别了楚男身份, 距离首次尝试,有点遥远,因此拍摄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 总是不自主地主动亲吻对方,甚至羞涩地表示, 拍戏时身体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 特别是还要被女方伸手伸入库内进行触摸, 这让她感到有些难以承受,坦白承认身体, 确实产生了一些反应,除此之外。 软晶天还大胆透露,自己的初次体验是第一次, 有记者问是否担心以后的女朋友看到这种激情戏码, 她幽默地回应道,根本没想过要和以后的女朋友分享, 尽管嘴上说这只是工作, 但最后还是承认自己平时都会尽量避免与女方拍摄过于亲密的镜头, 坦率地表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而且当时软晶天与杨幂在扶摇中玉钢鸡战戏也是自爆有反应。 网友纷纷表示,这段剧情实在太火辣, 当时软晶天在拍摄过程中因体力消耗过大, 数度出现头晕腿软的症状,被迫暂停拍摄四次, 可能也是因为合作的对方是杨幂吧。 作为演员,软晶天在剧中亲自上阵, 无替身完成大量激情戏, 而与杨幂的情感戏更是让她倍感压力, 水中激战戏份更是让她体力透支, 数次身体都有反应, 尽管如此, 软晶天依然敬业地完成了拍摄工作。 她曾在其他作品中有过激情戏经验, 但此次与杨幂的合作却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看来, 软晶天对这部剧的投入程度可见一半。 范冰冰, 从当年那令我们津津乐道的《环珠格格至今》, 范冰冰已经华丽蜕变成为中国娱乐圈中的耀眼明星。 然而, 这位女神不仅在演技上独步天下, 在众多备受瞩目的作品里展现了令人惊叹的表演才华, 同时也因为拍摄过多不涉及情感激烈的作品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消息指出, 在拍摄电影《苹果》时, 范冰冰甚至让替身上阵。 以取代自己演出激情戏份, 范冰冰曾坦言, 在拍摄激情戏时, 她的身体会产生自然的生理反应, 甚至会将对方视为陈冠西、 吴彦祖这样的魅力行男。 那么, 在拍摄《苹果》这部影片时, 范冰冰是否会将佟大为和梁家辉当成成冠西、吴彦祖呢? 然而, 佟大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她表示, 在拍摄过程中, 她与范冰冰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角色之中, 这实际上是对观众和演员自身的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 只有真正融入角色, 才能将戏演得淋漓尽致。 她还透露, 范冰冰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些让人略感、尴尬的生理反应, 但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试想, 如果你在观看电视剧或电影时看到类似的场景, 你也可能会有所反应, 更何况是亲身参与其中的演员呢? 关于《假戏真作》的话题, 范冰冰也曾公开表示, 在拍摄此类激情戏时, 她确实会产生生理反应, 当时拍摄《苹果》时, 她还相当年轻, 对于许多事情并没有深入了解, 为了能够更好的演艺角色, 让观众看得更加投入。 她甚至特地请教了几位已婚的朋友, 由此可见, 范冰冰对待每一部戏都极其认真, 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这正是演员敬业精神的体现, 也是对广大观众的尊重和负责。 汤伟, 众所周知, 汤伟才华横溢刚出道, 就被举世闻名的导演李安慧眼石珠, 得以参演她的电影巨制色界, 只能感叹李安的艺术造诣实在是太过于精湛, 而汤伟也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让这部戏恍若真实发生, 让观众们纷纷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误以为那就是现实中的故事。 然而, 关于这场戏究竟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梁朝伟和汤伟本人才能真正明了吧。 然而, 观众们依然对汤伟拍摄床戏的感受充满好奇, 据汤伟亲口承认, 每次和老易、梁朝伟在一起都像是洗了个热水澡, 只是不知道洗完澡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步色戒, 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汤伟瞬间声名大噪, 尽管有些片段已经被剪辑得面目全非, 但仍有许多观众捕捉到了汤伟与梁朝伟之间的激情瞬间, 谈及拍摄床戏的那段经历, 汤伟形容就如同两人共同享受了一次温暖的泡澡, 面对如此大胆, 直接且略解扭曲的床戏, 汤伟也曾坦诚内心的恐惧, 每完成一次拍摄, 都感觉像是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折磨, 然而无庸置疑, 色戒让汤伟的事业攀登到了新的高峰, 也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吴燕祖》, 在备受瞩目的电影门徒中有一幕震撼人心的场景, 吴燕祖与河美殿在水中亲密无间地接吻, 拥抱, 我们的国民男神吴燕祖曾坦诚直言, 他在那一刻感到四周一片宁静, 唯独水包围着他们, 现场气氛极度浪漫, 所以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理反应, 当谈到门徒中的池中肉搏积吻戏时, 身披光管般白皙肌肤, 身穿粉红色比基尼的河美殿, 缓缓走向泳池中央, 他的双臂自然地搭在吴燕祖坚实的肩膀上, 然后主动献上深情一吻, 这一吻仿佛唤醒了吴燕祖内心深处的欲望, 两人紧紧相拥, 激情互稳, 一时间, 喘息声淹没了水声,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他们一次又一次因为过于激烈而重拍, 拍摄过程持续到了凌晨两点, 整整清热了三个小时, 事后, 有工作人员透露, 你看吴燕祖拍摄时的反应, 平时总是那么酷, 其实他也只是个普通男人罢了, 面对女孩子如此主动, 就算是我也会有所反应, 这太正常不过了。